《青春万岁》这本书我还有 它还排成电影我也看过 而且始终认为还是挺好的 解放初期的那种高喊着革命 又是抗美援朝 又是参军 又是什么的那种最最浪漫的 那种革命的青春吧 为什么我们就说直到现在 还喜欢读王蒙八十年的很多作品 很大程度上也是和我们 对那个时代的记忆 和对我们个人青春的记忆 关在一起的 只有我们这一代人 能把这种心情记忆下来 我想当时有一种 就是挽留住我这个人生中 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经验 的这么一种心理 很睿智的 这样一个很幽默的 又很深沉的这样一位作家 2000年初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 当代文学拉力赛 在北京揭晓 最后的冠军作品 是著名作家 原文化部长王蒙的季节系列 使主办者没想到的是 王蒙将十万元的奖金 又捐回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他说当年我作为一个青年作者的时候 文学青年的时候 我知道我投一篇稿子是多么艰难 那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拿来呢 就是作为一项这个奖 设一项什么呢 就是当代青年这个文学奖 他80年代发表的文学作品 影响着那一代的年轻人 风中飘带 蝴蝶 海的梦 还有什么那些的 都给我们那一代 当时上学的那些学生影响挺大的 知道一点 知道他是个梦想来说 在作家中很有思想的一个作家 如今 人们对文学的热爱 似乎正在慢慢地褪色 人们的兴趣爱好被瓜分了 文学作品 也逐渐从唯一选择 到知一选择 王蒙的 小说 对不起没看过 我不太喜欢他的书 所以没怎么看 不好意思没看过 他不是做过那个吗 官吗 谢谢 王蒙1989年辞取文化部部长之后 主要经历用于文学创作与研究 并常常在北京郊区的山里面隐居 在咱们吃买汤的 买汤的 北京 我也说话要干汤的 我就听说是文化部部长 是吧 我听说 这是具体没聊过干啥 近日 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杨岚来到这里进行采访 近几年王蒙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 他远离都市远离人群 也许是要享受一下山里的安逸 享受一份孤独 宁静超然地保持着沉默 人在城市住的太久了 就想换个地 就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他有一种心情 他就能够沉浸在自己的一个回忆里边 特别就是有一种内在的力量 让你写一点东西 写完了以后 然后自个儿溜达溜达 再回到山里走去走 王蒙祖籍河北省 1934年 他出生在北京 他的童年时代经历了抗日战争 国内战争 动荡的社会 给王蒙的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 非常特殊的 应该说是也是比较不幸的那种 童年的生活 幼年的生活 家庭的生活 那是 是我想起就是在这样一个 就是转变 这个社会 转变或者转型期的一个社会里边 生活的人呢 他面临的这种挑战 面临的这种困难 像这一些都 这样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呢 过去很早在我的作品里边流露出来 王蒙共济发表各种文学作品 仅千万字 并被翻译成多国语言 《处女作》是他19岁写的青春万岁 其他主要作品还有 《组织不来的年轻人》 《暗杀》 《季节》系列等 而《活动变人行》是王蒙较为成功的作品 某种意义上 这个小说是王蒙的一个变数 就王蒙他这个 从青春万岁开始 一直到他后来的这个季节系列 基本上都是写他的 同代的人写的很多 这个《活动变人行》呢 是第一次他写他的父辈 就写他的父辈 就那种有更复杂的背景 甚至更杂色的 就当时比起他这一代人更杂色的 就这种生活状态 甚至更阴暗的这种心理 王蒙的父亲曾在日本留学 回国后在北大做教授 解放前也曾奔赴延安 膜拜过毛泽东 但一生碌碌无为 大概他对他父亲提什么意见 他父亲说 你甭说我这个呢 怎么说我也是一个螺丝钉吧 你才问我说你是什么 是的 你是一个螺丝钉 是长着羞的螺丝钉 我写的《活动变人行》 这也是一种毛泽 就是在一个家庭里头 有沾染了一点新的思想 但是也不知道现代化究竟是什么呢 和基本上不沾染这个新思想的人之间的那个矛盾 那种惨烈的程度 我一直认为这个王蒙先生的那个长篇小说 《活动变人行》是他的一个重头的作品 那么王蒙在这部作品里边 他是抄刀解放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那么解放的结果 就是说解放所得出来的结论 是不乐观的 那么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身上 我们发现了许多那种丑陋的 甚至说丑陋的东西 这样一个在畸形的环境里边 接受了畸形的文化教育的这么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远不是说像我们以前的一些文学作品 说美化的那样 那么我们在这个人物身上 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的 一些值得检讨的地方 一个国家也好 一个家庭也好 两个人之间也好 仅仅有爱是不够的 仅仅有爱的话 甚至他以爱的名义可以强迫别人 比如说我一定要你做什么 因为我爱你 我一定不允许你做什么 也是因为我爱你 这都是可能的 但是爱并不给人一个强制别人的这种权利 所以我觉得还应该有理解 1948年北京和平解放时 14岁的王猛已经是一名地下党员了 对于当时无比激动的心情 王猛至今难忘 特别的珍重 或者特别的感动 就是对新中国刚诞生的那每一天 那真是每天都像节日一样 每天都那么光明 都那么充满希望 所有的日子 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 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鹰络 编织你们 解放初期的那种高喊着革命 又是抗美援朝 又是参军 又是什么的 那种就是最最浪漫的那种革命的青春吧 好像稍稍告一段落 因为从52年 53年呢 当时就开始 就是宣布 就是大规模有计划的建设开始了 学生要好好地念书 要什么 这个要学自己的专业 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 等等 那么这一方面呢 让你感觉到 当然是 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 但另一方面 又觉得那个 就是那种大喊大叫的高潮 已经过去了 所以 又有一种留恋的感觉 他处女座青春万岁 就是在这种心情的驱动下 创作出来的 张世群 杨强宇 杨强宇 你们看哪 我们快要毕业了 祝贺你 祝贺你们走向生活 什么时候再见面 在大学生联欢会上 不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庆祝会上 不 国庆十周年 二十周年 三十周年典礼上 只有我们这一代人 能把这种心情记忆下来 我想 当时有一种 有一种就是挽留住 我这个人生中 最初的 也是最美好的经验的 这么一种 一种心 我们所经历的这个青春 就可能就更复杂 我们心里就内心可能更白感 交集 不像王猛他们那么单纯 但是由于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的这个大的背景 也是一种革命教育的背景 也是一种革命理想主义教育的背景 从这一点上 和王猛他青春万岁的反应的情绪 是相近的 所以还是有共鸣的 而且呢 由于那种情绪可能更单纯 更强烈 所以我们读的时候 还很有羡慕的这种情绪 解放出 王猛被分配到东四团区委工作 负责几个学校团支部 他边工作 边偷偷地写青春万岁 1956年 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正准备出版 他的短篇小说 组织不来的年轻人 已经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 这部短篇小说 不但断送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出版的命运 也断送了王猛本人 二十多年的青春年华 我第一次看见 我就注意到这样一个人 因为那个时候呢 做协叫所谓开党组扩大会 在斗什么人呢 在斗这个丁 丁臣反党集团 斗丁灵 斗冯雪峰 这时候 王猛已经处在一种 要倒霉的劣势的 可是还没有戴上帽子 可是已经看起来是个准右派了 就是有点戴罪立功的意思来发言 而自己呢 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平安的境地的时候 有时候他会产生那种狗活者的一种快感 侥幸 一种侥幸的快感 就是说第五 真倒霉 他可真倒霉 但他说这话的时候 他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天台词 哎呀就是谢谢了 感谢老天爷 这倒霉的不是我 他一上台我就很足以 他穿了一身黑纸服 请注意 有中学生吧 这黑纸服不是现在想 那种时尚的 乌黑乌黑 是一种灰不溜秋的黑 特别觉得这个要倒霉了 给我一种倒霉像 这个青年要倒霉了 给我这一样印象 虽然毛泽东对王猛 及组织不来的年轻人 给予了肯定 但王猛还是被他所在的单位 化为右派 下放到郊区 参加劳动改造 王猛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和苏联文化的熏陶下 走上了革命道路的青年作家 理想主义的热情 使他意气风发 也使他将革命浪漫化了 当他刚提为到社会的另一面 并将以表现时就被打成右派 他怀着复杂的心情 被抛入民间 抛入真正的生活 我在五七干校的时候 曾经受到各方的信任 担任吹士班的副班长 这是组织很大的信任 因为你以为下毒了 这是机要部门 而且我担任了吹士班的副班长以后 我感觉到我的 社会地位有明显的提高 所有的我们分联队 那个连队的五七战士们 见着我都很讨好的笑着 因为他们知道 我在给他们打菜的时候 啪这一勺子就扔上来 下边是土豆上边全是肉片 然后我手轻轻一扬 那肉片都掉了 他们就很痛苦 他们多么希望我把那肉片都交到他的玩意 1963年 王蒙主动放弃了京都的一切 举家迁往新疆工作 一待就是16年 这是他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 也是王蒙人生的不幸 但又是不幸中的万幸 因为在边疆十年文化大革命中 他免受残酷的磨难与迫害得以生存 他唯一的痛苦就是失去了写作的可能 我慢慢地我相信自己就是不想写东西 也不会写东西 他有两面 一面就是非常痛苦 这个就是觉得自个儿的生命在那消逝 看不到什么前景 但另一面也觉得一个人就是随语而安了 人本来不是一定非要写作不可 对 是不是 你不写作不照样吃饭吗 不写作照样可以喝酒 不写作照样可以 而且可以学习 后来到中学 因为我入团这事情 我可能觉得我父亲可能这个事情 他也有点觉得应该告诉我了 后来他就跟我讲了一下 他是写作的写小说的 然后在反右的时候被划为右派 然后机器人家又改正了 他就比较把这个情况很客观的应该叙述了一下 而我父亲说这些情况的时候 他还是心里边心情很沉重的应该说给我的感觉 当时他还抽烟 当时我觉得他那个拿着加了香烟的手指 手都是在颤抖 说这些话的时候 他尽量想做的平静一些 但是他实际上对他来说还是一个 我现在回想起来对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吧 应该说对他 因为他觉得对我来说 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情况下 对子女来说也还是一个负担 所以他感到很大的压力 就是说是 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很 比较压抑吧 比较沉重 这份压抑与沉重 一直延续到了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他几次回北京探听局势动态 准备重返文坛 十月杂志的编辑 那作为编辑呢 我负责这个小说这部分 我就组稿 组稿呢 我就想到了这些 五十年代活跃在文台上的人 所以我就去寻找这些人 那么后来知道王猛呢 就是他到北京来 住在招待所 哪儿就蓝池子那儿 有一个招待所 里头是一些贫房挺乱的 听说他在那儿 我就找到那儿去 果然他就在 他跟那个崔玉芳他们正好都在 王猛见了我呢 知道我是个编辑 月稿他也很高兴 我记得当时他就拿一个杯子吧 给我冲那个奶粉 结果那个奶粉倒多了 就比那个半杯还多 水倒下去 我根本就豁不开 没法喝 我有下很深刻印象 我们第一次见面挺愉快的 因为他那个时候觉得 就是改革开放了 前景比较光明 那么可能能重返文摊 真是还是特别的兴奋 你知道这个已经 我已经都过40的人了 结果突然出现了一种新的可能 那种心里的那种美好的心情 真是真是至今难了 时隔21年青春万岁出版了 但这时的王猛 也不是当时充满热情而单纯的年轻人了 他带着国家与个人的沉重痛苦经历 开始的新时期的创作 我记得我那时候写的东西是拿一个日记本 在日记本上随便写一点什么东西 就好像又呼唤回了自己 对文字的那种情感 对一些生活细节的一些模拟 就换回很多东西了 就粉丝们以后才知道它 当时因为我妈妈也很喜欢看书 她买了一本书叫《重放的鲜花》 上面全登的是这些文章 其中就有组织部来的年轻人 新来的年轻人 那上面全部都是当年 就是那些为了这些作品 打成右派的那些人的作品集 其中就这篇 我看过 而且《青春万岁》这本书我还有 它还排成电影 我也看过 而且始终认为还是挺好的 而且我觉得现在 你看前一时候电视里重演了一次 我那孩子现在19岁 他看了以后 他仍然认为很好 所以王猛原来的作品 我觉得还是 很有一些感染力的 姑娘们 我算出来了 算出来了 你说太伟大了 太棒了 走吧 年轻的人 火热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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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拿起笔的王猛 有太多的话要说 有太多的情感要抒发 1978年5月 他回北京后 第一部小说 队长 书记 野猫 与半截筷子的故事 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 而后发表的大量作品 在80年代 深受读者们的欢迎 就我来看 我认为80年代的文化 就还是充满活力 充满创造性 确实是 我觉得是 20世纪 中国人 然后精神创造 精神发育的 一个黄金的时代 所以为什么 我们就说 直到现在还喜欢 读王猛80年的很多作品 很大程度上也是和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记忆 和对我们个人青春的记忆连在一起的 王猛1979年 调入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 后来还担任过 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 我们俩都是比较爱开斗的人 我一见他 他说你在写什么 他那时候 文化部长还没上任 我说我在写小说 你写小说了 我说我在写 文化部新来的中年人 这位曾写过 组织不来的年轻人的中年人 在1986年 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部长 一个掌管着中国文艺命运的大官 我觉得他做文化部长 时期就是说 比如说强调 对这个文艺的市场化 文艺政策的宽松 作家他提出的就是说 作家不要由什么国家养着 这方面我觉得他做了 还是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说在培育这个文化的市场 对扶植这个大众文化 还有些民间的一些艺术活动 就这方面呢 至少他比较开明 比较宽容 但这官并不好当 不如作家那么单纯 他曾提出 关于国家不再养活作家的议案 就遭到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们的反对与谩骂 因为那些叫喊着不自由的知识分子 一旦离开国家的公养 就无法生存 所以他们宁可放弃自由 也不会离开政府的公养 1989年底 王猛辞去文化部长之后 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部短篇小说 坚硬的西州 没想到在文坛上引起渲染大波 有人指责他 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影射国家领导人 王猛又一次处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因为那个坚硬的西州 他写的实际上是人们在改革的名义下的一种幼稚病 一种浮躁的一种心理 我丝毫不把那个 看成是我所提倡的一种改革 第一盆作品的 他的命运 都是不义作者 他的意志会转移的 可能王猛也未必能想到 这个小说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是不是有政治含义 那这个就读者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的 当然王猛小说里充满政治 中国的小说里都充满政治 但是政治看你怎么写 我觉得王猛 就他的小说的一个最大的 一个成功之处 就是他有丰富性 政治上的解读 完全是可能的 有时候是有道理的 你从我来说 我又经历了 我是自觉地投身于政治生活 我不能够做出一副 说是我不喜欢政治 我想那是虚假的 我从那么小 就热衷于救国救民 应该讲 王猛是在政治的启蒙中 对文学产生了兴趣 那是1946年 他还在平民中学上学时 由于对国民政府的失望与不满 他认识了一名地下党员 我就用了一个词 我说 我现在我的思想 左倾 我现在非常奇怪 我为什么会用一个 这样严肃的一个政治上的词 我说我对这个社会 非常的不满意 这个到处都是 就是贪官无力 很多人失业 这位地下党员介绍王猛 看了许多宣扬共产主义革命的书籍 这些书不但给予王猛政治上的启蒙 同时也点燃了他对文学的热情 其中有苏联的小说 红瓦西列夫斯卡亚 有卡达耶夫的小说 就是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 后来又借给我什么 华刚的这个社会发展史 然后有这个 当时的新知书店 出的国际知识从书 包括一些 那些伟大的题目 现在我想起来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相信的 我当时看的什么 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的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说这就是一位小册子 还有艾斯奇的大众哲学什么的 那我就如饥似可地接受了 接受了这种革命的理论 王猛的作品里面 政治是回头之后 而且我们也应该承认 政治通过政治的视角来观察社会生活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世界 往往他能带来这种作品 对时代这种大的一副 概括力量 是一般那种 仅仅是情爱啊 仅仅是情爱啊 隆理啊 或者那些侧面来进入生活的话 他达不到这个顾 带过一个时代 这个地点 王猛他也这个地点 这是他 这也改不了 所以我认为王猛呢 是这么一个作家 就是说 他不单单是一个重粹的小说家 应该说 承认他也是一个思想 他的思想 除通过小说 散文 随笔展示以外 旧体诗 也是他展露思想 抒发感情的手段 2000年 上海一位画家 将王猛的诗配上画 在上海美术馆 举办了一次诗画展 写这些都不是最近 这里边选择最早的作品 就是我十岁 就是五十多年以前的 这是慢慢慢慢积累起来 慢慢积累起来 这就是中国的文人的一点习惯 因为从小的总要背唐诗三百首 现在的孩子也是这样 幼儿园的孩子就开始背诗 然后什么牵家诗 然后背苏心词 背飞清词 然后又喜欢你上演成这样 背来背去 有时候自己也就记些一点 其实王猛的诗 他说的很鲜虚 其实他的诗 没有什么很尖深的词号 但是呢 虽然平白图画 但是我觉得 他对内容是 我的体验 是非常有多大的诗家 和效果 首先他是一个全方位的作家 什么叫全方位 就是说呢 他写小说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不用说了 他写诗 他写新体诗 他写旧体诗 他最近好像旧体诗信大发 发了不少 那么 他还进行翻译 我就记得他翻译了新西兰的小说 新西兰小说 小说 他自己英语自修 后来达到了翻译小说的程度 而且也发表过 那么我记得 他还有很多的 其他方面的尝试 除了就是剧本 我不记得他写过以外 我觉得他真是全方面 1991年西州事件时 大多数知识分子 是站在王猛这边的 但到了1993年 王猛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 躲避崇高一文 又引起曾经支持过 他的那些知识分子的不满 主要是因为当时文坛正在批判作家王朔的时候 王猛却写了这篇文章 来肯定王朔在文学上的价值 自然 他是背离了支持过他的文坛战友们 结果是群起而公之 因为80年代初期 就是那个新的作者 是雨后春笋一般涌现 而新的文本 是新的那种创作方式 也是这个不断的涌现 那么那个时候 有一些年纪 比我们大的一些作家 对这种现象是比较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看不惯 就是觉得好像有点天下大乱了 就文学天下大乱了 就王猛这个时候 他很坚定地支持一些新的事物 非常鲜明地点出来 说哪个新的作品 说他那个写了真妙 妙极 或者哪个就是 我还没注意到 他说你得读 那个真好玩 王龙现在就是属于一种 就是那些所谓左派和知识分子 都不讨好的 两面不讨好的什么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 那帮左派就觉得 他还在鼓吹 那个自由化 那么但是这帮 就是说现在的一帮 有一批精英知识分子 就觉得他是跟主流 这种变合谋 为什么呢 因为他提倡的这个市场 强调这个市场化 强调多元 强调民主 这个东西跟 不是强调这个市场化 在经济上的这个开放 它跟官方确实是一致 但是呢 左派的批评 左派的批判他也有道理 因为王龙他在政治上 他要求的这种自由民主 又跟官方是有很大的距离的 所以他处的这样一个夹缝里面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比较 很为难 我觉得呢 如果说从认识生活 这个角度上来说 那么当然你从事任何一种 不同的工作 对你都有不同的启发 那么我在文化部那几年呢 确实也增加很多 就是从全局来看 一些事情 最大的启发是什么呢 一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一些事情的难处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很多东西他想做 大家很多人认为应该做 但是就是做不到 1994年 又一位年轻的学者 王彬彬写文章 骂王猛是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 我呢更觉得更多的想把它理解 为是一种实用的实践的理性 它是更多的是 是一种非常务实的一种 但是这个东西呢 王猛身上我觉得 也可能他本性恰恰不是这样的 这是我在推测 我觉得王猛这些青春万岁的生活 他们那种 他的那种就是纯洁啊热烈啊 那跟他现在完全不一样 也许他的骨子里 或者是潜意识里面 他是一个非常浪漫的 而不是一个现实 但也有人将他的这种聪明 视为一种幽默 王猛先生的这个 这种幽默的才能 他可能也是出于一种 生存的本能 那么我想有一些话 他不是不想直说 但是环境不许 那么他必须要用一种 特殊的言说方式 把它想直说的话表达出来 那么他就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 因为通过幽默 所表达出来的东西 他可能更容易获得分发性 因为我说的是一个笑话 然后你不能把我说的 所以我也从这个意义上讲 幽默是王猛先生 他使用的一个武器 所以王猛这个人呢 说起好啊 王猛这玩的可是真是不容易啊 你想那么样一个出门的右派 他当然这大右派没有冯雪冰丁丁上的大 可是他这个特殊性也够大 这么大右派 当然遭了很多罪 文革的时候 文革以后又当了官 当了部长文化部部长 这也很部一级很大的官了 后来当了什么中央委员呢 什么人大的政协的什么委员呢 常委呀 够大的官了 这个官也很难当呀 右派不好玩 这个官也不好玩 可这么一个人 还能那么好玩 我就觉得这个人呢 我就说 我以前开玩笑 我是王猛啊 是个入世很深的人 他入世比咱们外貌入世 还要早 很早就入世了 可是他又是一个出世的人 他超脱 他超脱 他既深受痛苦 他也能超脱这种痛苦 这种痛苦呢 就因为 他对真善美的追求 王猛现仍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之职 偶尔还要参加一些会议与接待工作 美籍华人作家聂华林是王猛的老朋友了 他将王猛的作品翻译成英文传播到海外 他非常有幽默感 他很严重的事情 甚至于他不愿意见的事物 他都是用很诙谐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他很幽默 很聪明 他 最值得平说的一面 就是他的丰富性 或者说是复杂性 虽然他体验了 和他的很多同态作家 同态人 就同样的这种生活 命运 但是 他对这段生活 命运的这种 咀嚼 回味 反省 和理解 实际上我觉得 在几代人里边 就不光他那代人里边 都可能是最深刻的 王猛复杂性的另一面 他又是一个天真的老头 整天嘻嘻哈哈 爱玩爱闹 不知仇 只有这样的人 才有可能 不因岁月的掩埋 而是想象力干涸 隶属与王猛同时代的作家 或凋零 或戈壁 或经营些小文字 难成气候 唯王猛依然活跃 依然生猛 他比如说 你像这五十年的大奖 我觉得设这个奖很不错 人民文学出版社 确实是一个国家出版社 而且我的好多书都在这 给了我这么个奖 我准备 还是将来 多少年后 还想得这么个奖 读这个机械系列 就真正让我 首先受到触动的 是这么一个 就红篇巨制 这么一个 就严肃的 回顾历史的这种小说 那么我写的季节系列 那就写到革命以后 就是革命成功了 革命本身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成功了 所以人们非常的兴奋 非常的快乐 觉得世界就此走向 更加美好 但是后革命本身 仍然会面对许多的问题 季节系列里面呢 就有一个特点就是说 它走向了一种文化的方式 更广客 事业更广客 而且呢就 怎么说 就是说 如果说过去我们曾经把右派认为 他是一个 还是别人不一样的人 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或者他甚至于就是 最早是 被认为是最狭贱的人 后来认为是一个 有国有民的 或者说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 在他的部里里面也不会有这个 那我就在 在他的季节系列里面 一块回到一个 还是一个普通人 还是一个普通人 只不过他的运用 更加崎岖 他所存在的社会的人 会复发 但是少数坏人 为什么可能 欺负那么多的好人 王猛从青春万岁到季节系列 都是通过知识分子的视角 来剖析新中国 在不同时期社会变迁中的人间百态 他说 他最擅长写共和国的新灵史 因为他是中国各种政治事件的参与者 是新中国历史的见证人 他说 在没有丧失正常智力的时候 他要把他见到的都写下来 王龙他因为他个人的这种 特殊的生活背景 和他特殊的个人遭遇 那么我不是印象 就从实际情况来看 他从一开始 他的文字就是以知识分子来讲 他写了许多知识分子 准知识分子 中小知识分子 乃至于大知识分子 那么在王龙的作品里面就是说 你很少看到有那种 不是知书达理的 那种莫不失丁的人 他几乎没有 他至少都是写的一些 是智能 王蒙出去写青春万岁时 表现出极大的纯真与热情外 从组织不来的年轻人 一直到今天的作品 王蒙始终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冷峻清醒的心态 来探索与反思 社会与人性的问题 有这么一个作家 能够这么严正地 回顾历史 这么严肃地 重新地审视 几十年的 这种包括我们社会 国家的经历 和他个人人生的 这种经历 一代人的经历 这种反省 回顾 本身 我认为就是一个 很大的文化成就 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 王蒙一直处在 时代变迁的漩涡中 时常处在 不同势力的夹缝中 面对两难的困境 他无奈地选择了 幽默 宽容 超多的心态 来面对这一切 但他也选择了妥协 这一选择 又是痛苦的 当所有的人 背离他而去的时候 他似乎陷入了 孤占的苦境 但在中国 这个特殊的社会中 王蒙的成功 又是独一无二的 USDT USDC每日派息 年利率高达8.76% 比特币以太坊每日派息 年利率1.09% I三万活气理财 每日派息 随存随取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